郑冬 你妈先进来搬东西 我为了阻拦她 我跟着进来的 没错 我是先进屋 我进来是为了打扫卫生 找脏衣服来的 再说了 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我就算是把它放个地朝天 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那是清白人家隐私 你清白人家隐私 你知不知道 再说了 这个房子的衣服 不光是你儿子的 还有我女儿的一半 啥意思不意思的 你女儿是我媳妇吗 是我媳妇我就等我 我今天要是没有看见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 这么能花钱这媳妇啊 你看这么多衣服 一大屋子 这么多的首饰 都是我儿子的钱 这败家女 还有什么话可言 妈 照您这意思 这屋里全方便了 对吗 对 我要是今天不检查 我就不知道这媳妇 这么能花钱 真是太奢侈了 儿子 你要教训教训你的媳妇啊 干嘛干嘛 你想干嘛 你以为你是老婆娘 把你农村的那一套来管教我们 真是可笑 你笑话我 没有文化 真可怕 你 你再说一遍 没文化 真可怕 儿子 你听见了吧 他瞧不起咱们 说咱们农村人没文化 就是瞧不起你 瞧不起你农村人 你女儿为什么嫁给农民 那你瞎眼了 瞎眼了 好啊 瞧眼了 妈 我妈她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妈啥意思 我妈她 哎呀 我的天 啊 妈 我瞧不起我农村人 你们吃什么呀 还瞧不起我农村人 你们都要死啊 妈 我妈她真不是那个意思 啊 溜溜 你太过分了 你真是瞧不起你 我妈她这样 你还那么多多逼人 你现在后悔了是吧 对 我是后悔了 你说我可以 但你不能说我妈 够了够了 别再吵了 哎呦 我活不了了 我活不下去了 我活不下去了 亲家 你别闹了 我们没有歧视你农村人 晚上擦鸡蛋 我们谁不是农村人呢 这个事不是这么办的 我们都是做父母了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儿女 和和美美的 碰在一起是缘分的 你不是说了吗 你来你儿子家 我来我女儿家 我们有个伴 我们两个聊天有对手 在他们眼皮下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让他们安心工作 你哭个傻呢 好 陈婷 金家 你说得对啊 我不哭了 都是我的错 以后啊 我再不乱巴 而西部的女人都戒了 给就对了 我们起来 这逐天好吃的给他们吃 漆黑男女用心创作快乐 大家好 我是溜溜 喜欢我们就关注七点半 每天与你不见不散